来看两起聚检落跑的案件 这是高雄一名39岁的男通气犯 他开车的时候因为闯红灯就被拦下来 那么他担心被抓就聚检落跑 最后还汽车逃逸 是远景追了600公尺才将人逮到 而另外在嘉义也有一名毒贩呢 碰上警方领检 他心虚就直接倒车落跑 那么警方是随即接了追了上去 连开了六枪 当场把他拖下车来压制 远景追人接着开枪 对空开了六枪 最后把人给带到 被拖下车压制的男子 遇上警方路边拦检 当场拒检倒车逃逸 警方也立刻展开追捕 当时中校路车流非常的多 我们怕其他用路人被撞到 同人就对空鸣枪 示意停车 5号深夜11点多 嘉义市区这一起警匪追逐 原来开车的21岁男子车上藏毒 想逃避查气 最后还是被抓 另外高雄警方也追一名毒贩 警方一路追 前面白色休旅车却越开越快 停车 开车男子怎么样 就是不停车 最后竟然还丢下车子落跑 远景卡丘 也立刻追上去 紧追在男子后方 这名39岁的男子开车闯红灯 没想到巡逻警车就在后方 发现警车还加速逃逸 最后被查出 他是个毒品通气犯 被逮回警局 移送罚办 华视新闻成绩帮抽居屏 邱显雄嘉义高手报道